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神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6月28日星期三 6月就快过完 星期三也是一个星期走一的中间 过了这些日子 早点去到7月1日 大家放下假 大家开心一下就最好了 跟大家看看天气 又是28度 好像永远都是28度 不过今天出面是有雨 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扰动 正在为香港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香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 最高气温大约33度 吹和缓冬至东南风 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持续 天文台在凌晨1点45分 发出特别天气提示 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扰动 已经进入了香港800公里的范围 预计会成为一个药系统 将会在星期四 靠近华南沿岸 到时会带来骤雨和雷暴 天文台会去关注 究竟会不会成为热带气旋呢 不过大家不要想放假的那些 因为第一个风来到的时候 随时可能就是七一 即是说公众假期才打风 没有人 还有 你随便一个风打过来香港 都不代表真是会百号 或者红色暴雨 所以这一样 大家不要期望什么风价 都是正正常常的上班 好了 跟大家看新闻 网上流传了一段短片 多名的男子 在室内的单位 扔椅子 反台 真是大混战 在起勢 拿着摺椅子 疯狂互打 疯狂乱打 然后期间 有人爆粗 屋里面 亦有人被打破了头 然后受了伤 自己缩在一边 亦有人躲避 走进厕所 其中一方就一度走出屋外 是不是认输 不是 原来 是回去纳棍再次进去 都不知道众人 因为什么事而起争执 总之 就疯狂互打 片段就显示 事发在6月15号下午3点 一开始就已经见到 有三名大汉 互相在屋内拳打 然后扔椅子 然后接椅子 我自己眼见看 看上去都打得挺狂死的 一路打的时候 我就没听到这条片 但是听到有人不断说粗口 更加有人翻起了一张 电动麻雀桌 就像当时乌鸦那样说 难搞的就不要搞啦 然后又翻桌 然后大家就开拖 然后有一句 不是粗口的说话 就被人录了 就说 第一次见面 你说不知道我是谁 我现在告诉你 我叫家豪啊 这个家豪之后 就联逃数名的黑衣男子转身离开单位 屋里面 除了刚刚被指责的男子之外 书桌旁边也有一个受了伤 缩了一边的男子 另外 亦都有人 就是说 进去厕所那里躲避 出完去一轮之后 再进去打 总之就疯狂在互打互打 这些应该都是黑社会的事情 看看警方查不查到线索去进行拘捕 因为这一条片 就不单止是某一间报章的半个头版 其实其他的媒体也有报道 相信警方应该都会做事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昨天跟大家跟进的 天水为小妹妹的身体状况 其实当时就说 其实他们吃的剂量都大 甚至乎就是说 连大人都未必顶得稳 不过幸运 最后两岁和四岁的小妹妹 他们的情况就由严重 转为稳定 据了解 两个小朋友 日前就已经回复清醒 不过仍然需要在深切治疗部留意 希望随着日子 然后就可以慢慢好 因为两岁四岁 老实说 翻小一两个月幼稚园 其实就真的没所谓 最重要就是身体健康 和跟回一个 真是爱他们的妈妈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在昨天在大埔区 拘捕了一个27岁的南外卖速递员 这个人就涉嫌在网上 其实是连登 在平台那里就发布了多段 煽动暴力的言论 其中内容就提及到 我打人 斩人 钻石 生人 的话 他就说 当见到越多人受伤 他就觉得越放心 他就涉嫌 违反了 煽动他人意图造成身体 严重伤害罪 正在被扣查当中 网罪科的总督察就表示 早前香港就发生了连串的暴力伤人事件 警方就策略性调动人手资源 和加强巡邻 另外一方面也都加强了网上的巡邻 留意下会不会有些不法分子 在网上鼓吹暴力 慫恿网民 所以就抓了一个连登仔 其实相关的铁文 我在上连登的时候 我也有见到 不过我就不以为然 因为连登其实也有很多类似这些言论 当你看得多的时候 好像我这些以羽目染了十多年 我就会觉得没什么问题 都是这样 估不到警方就坐言起行去抓 不过其实对比起这些 我昨天也和大家说过 好像公屋那些 乱打乱叫乱废那些 其实更加容易抓 当然网罪科就不是抓这些 但其他警方部门都应该可以抓这些 因为这些 我都觉得算是煽动的一部分 你经常在走廊那里乱叫乱成 我觉得是跟煽动暴力差不多 警方今次做得好 不过我觉得警方可以做得更加好 有些摆动明 就是会为社会带来危害的人 可以捉多一些 连登仔我固然讨厌 但是对于那些 滋扰鄰居 甚至乎用暴力 去吓到鄰居的人 我也觉得要逮捕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下一单新闻 一个巴基斯坦瑞的青年 在一个单位里面 跟他的同乡 争用洗衣机的时候 发生了争执 然后用力气去袭击对方 还要令对方离开这个世界 这宗案就在昨天在高等法院开審 控方开案陈迟时就说 被告事后就把遗骸 拖回对方的房间 然后 清理现场 以及把衣物 武器 棄置于垃圾站 每天他也尝试去警署报案 但是 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就失败 最后 在同乡房东帮助之下 告知警方事发的经过 其实这宗案 就不是说 昨天突然之间发生的 是说 在2020年8月31号发生的 接着现在才上高院 这也是一个案情 比较简单的事 大家可以想想 蔡天凤事件 何时才会上高等法院 才去开案 现在也是说开案 都要等三年 所以 蔡天凤事件 恐怕 我觉得 没有四年 没有三年 都应该 没有任何眉目 可以看到 还要是一个 案情 这么复杂的 一宗案件 下一宗新闻 有媒体早前揭发 大埔的私家医生 许家峰 在2021年8月打错针 错误 唯一个原本是打避孕的女子 接种了科兴 医委会 在昨天就着事件 展开几率聆讯 最后就说 没有了 发过警告信就完 没什么太多的惩罚 其实跟打科兴没关系 总之就是说 他要打病人针 你打错了其他针 你科兴也好 伏必泰也好 再不是的 你说 这一支是什么 流感疫苗也好 总之你打错针 就很大件事 只不过 由于病人就没有不良反应 所以最终都是发封警告信 又了事 下一单新闻 位于沙田区 广源市场的 顺景牛肉 就怀疑以 冷藏肉 扮新鲜肉出售 食患处在昨天采取行动 检获了 175公斤的新鲜 和华尔冷藏牛肉 即时封存 作进一步检查 并且抽取牛肉的样本 作防腐剂的检查 如果有足够的证据 将会提出检控 另外 由于这家店铺的持牌人 违反了持牌条件 所以食患处正在展开程序 取消 他卖新鲜肉食店的店铺 亦就着店铺不干净 所以提出检控 多些把这些害群之马去捉 因为除非你真的做开十几二十年的 思拉 你买开菜 好像我这样 老实说 你将一些解冻了的牛肉 和新鲜牛肉 放在我面前 即是我这些 比较少买新鲜肉做菜的人 其实我真的不太懂得分 即是在这方面 所以这些冒充去骗人的行为 是值得被人去处理的 下一单新闻 人口老化 医疗需求不断攀升 现在 关于我们的医管局 去吸纳环球医疗人才 暂时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超过50位的非本地培训医生 已经通过了轮选 希望可以早点下来做事 下一单新闻 关于沙中线的丑闻 沙中线的红磡站 在2018年5月底 被揭发剃断钢筋丑闻 总承办商 李顿被控违反建筑物条例 严重 是偏离了 Fall Plan 即是偏离了图质 在星期二的时候 被判罚4万元 作为吹哨人的中科监测 主席潘卓� 在夜晚指出 在夜晚指出 政府就改控 一个比较轻点的罪 和没有细节 令到难以跟进 批评 当局是放生礼顿 其实只是罚4万元太轻 因为政府 事后成立的 独立调查会的调查 已经是花费了 纳税人9200万 潘卓� 就说 9200万 都不是全部来的 因为每一个 参与方 都需要自行 承担开支 例如是说 中科 卿业 独自承担了800万 开支 到底剪钢筋 那件事 搞成怎样 之后的站会不会倒下 其实 我们不是读工程 我们不是跟得那么足 那些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那时还没开始拍片 但我都印象中 那件事 好像搞得很大 又说停工 又说成 原来搞了这么大 只是罚4万 就是说 两个普通工人的月薪 来的 那就是搞定了 这件事 就算你说 不喜欢 潘卓鸿 潘卓鸿有点 黄的 不知道什么也好 但是 都不可以否认 他在这件事上 踢爆 这些 剪钢筋的丑闻 虽然 可能 剪断部分 钢筋 站仍然 继续 但是 意外这些事 就是意料之外 是不是 我们是没办法控制到 万一塌的时候 难道就真的希望 不要是自己 不要是自己家人 和朋友 不可以这样 下一单 新闻 卫生防护中心 昨天公布 真是旺角的同乐居 就是很多 前员工 被人拘捕的同乐居 发生了 上呼吸度感染的 爆发事件 涉及24名 的学童 最后 都没什么事 经过化验之后 就证实了 带有呼吸度合包的病毒 全部病人的情况 就稳定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廉政公署 在昨天公布 在调查一中的 贪污案件 的时候 揭发了 6名的 中小企 董事 或者是 他们的经营者 涉嫌串谋他人 虚报公司的 营业额 和 雇员的 薪炒 去诈骗 渣打银行 就向这6间的中小企 批出8%担保特位贷款 这些8%都是政府在后面保底 所以 间接都是等于欺骗政府的 合共就批了1900万出来 在26号的时候 廉署就起诉6个人 被告都是获准了保释 将会 在今天 在东区裁判法院 应讯 将会将这些案件 转介去到区域法院 答辩 这些又是有时间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私隐专员工厨在昨天在九龙区拘捕了一个39岁的女子 他涉嫌因为感情糾纷 所以就起底前男友的新女友 在社交平台发布新欢的个人讯息 以及作出负面评论 案情就说 男事主和新女友在去年8月开始交往 新女友在去年8月到今年5月期间 被人在三个不同群组发布个人资料 并且作出负面评论 被捕人涉嫌在未经资料当事人的同意之下 披露了他的个人资料 违反了私隐条例第64 Q3A条的规定 总之大家要知道 这些时代就不要再想起底了 因为私隐专员工厨 是必然必定 一定会做事的 有些事情大家不知道 我相对知 就告诉大家 有些时候 帮衬了那间黑店 我知道老板叫什么名字 放他上网 你可以把人家的铺 放上网 但是人家老板放上网的话 就轮到你去被警察拉 所以这一件事 小心点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今天早上7点 在荃湾的近水湾泳厅 有泳客就发现了一名男子 一名男子 御匿 泳汤才对 说了泳汤 立即把这一名男子 救上岸 再经救护车送丸 然后就一直用自动 深爱压机 协助急救 暂时不知道送丸的状况 如何 预匿的男子 年约70岁 他就习惯了 朝早都去附近地方 在岸边踩水 现场也留下了一对 相信是属于市主的鞋 下一单新闻 香港回归26周年 在职 上任近一年的李家超 在6月27号 接受央视的访问 形容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 烦闯 不敢怠慢 感觉到 工作的意义 重大 要积极的同事 也要审慎 因为每一个决定 都可能会影响到700万的香港居民 认为 考虑措施的时候 都要听意见 确保能够 呼应市民的要求 以及提醒 仍然感觉到 一些软对抗的力量 其实我天天都说 有什么软对抗的力量 不过究竟 警方做不做事 政府关不关注 还是 只得个说 这个就两体 下一单新闻 清衣的云景湾 怀疑有泳池的救生员 使用假的救生员证 有媒体接获报料 在上星期二 有保安员 发现 回所泳池救生员 怀疑 热手持偽造的证件 所以报警 警员去到现场 涉案人士 已经逃走了 警方 将案件列作为 欺诈处理 暂时 未有人被捕 原来 对于 无证救生员的问题 已经存在了很久 由于 很多人 为了省钱 方便 判上判 所以 比较难去确保 救生员的质素 实际上 救生员 是不是真的 经常有得救人呢 特别是 屋苑范围的 小泳池 其实救生员 很多 就是玩手机 玩到天光 然后就收工 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 用假证也无所谓 你说真的要看一个大池 那真的需要一些有能力有牌的人 还有我会觉得 这个这么快 说一声 走了老的人 警方都应该会找到 因为 你说你将证造假 但你普通入职的时候 你的身份证 你的名字 那些正常 就应该不会造假 所以 警方要捉人 都是时间问题 千万不要说 想着假证 又想着去报 有些假学历 又不知怎样 这些其实都很大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麦当劳位于荃湾的分店 发生了员工 监守制度的案件 在今天凌晨3点 在沙咀道266号 麦当劳一家分店的 店员报警就说 怀疑其中一名的女同事 在上纸店内的休息室位置 盗取其他同事的 财物和现金 警员接报到场后 正在点算的损失 以及 涉案的女职员 亦在场接受调查 除后 双手被搜购反锁 由警员 带走 带返警署 警员同时 带走 麦当劳的外卖纸袋 据了解 里面 是装有同案有关的物品 据了解 被捕的女职员 年约30岁 在上纸店铺 工作了数个月 平日 昨天寡言 有其他职员就说 偶尔看到 他会拿店铺的食物 入到休息室进食 但是 没有听说过 他是偷同事的钱财 其实你说 拿店铺的食物 进去休息室吃 我觉得很正常 所有食肆其实都是这样 下一单新闻 一名的的士司机 在前天 凌晨 就在上水发现 多名男子 手持棍棒 抱着 建议职报的精神 向警方报案 那时已经捉了三个人 再经过调查 警方在昨天晚上 再拘捕多两名本地男子 分别是二十五和三十一岁 相当年轻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 王大仙的新蒲江 即井仔附近的位置 在昨天晚上9点 进行了反药物行动 突击搜查了 新蒲江 衍兴街 一个住宅单位 警员 首先在单位外面 发现了一名男子 刑绩可疑 于是 上前去截查 其后在单位 减获到 22000元的药 最后 警员 拘捕了 69岁姓鄧的 本地男子 涉嫌卖那些东西 最后 被人拘捕了 通常夜晚9点 时 我都一早已经回到家 因为通常 最近做事 做得比较硬 搞到 8点多才回到家 通常吃完饭 已经9点 猜不到 在这个时候 原来在新蒲江 有人被人拘捕了 下一单 新闻 警方表示 官堂和东九龙的警员 一起去打击药的行动 然后在昨天 突击搜查 兴业街的工厦单位 减获到 大约23克 非法药物 总之 市值 4000多元 总之 整班人被人拘捕了 这些不详细说 下一单 新闻 在新田公路 发生了车火 在今天 凌晨零时 据报一架电动私家车 沿着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行驶 驶到近新田交汇处 突然之间撞向一架 停在路中的工程箭嘴车 幸好 工程车的车尾 有风琴式的防撞架 所以 撞下去之后 大部分的冲力被射去 所以 没人受伤 但是私家车的车头 严重损毁 下一单新闻 在澳门 在前日 发生了严重的 襲击事件 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 一个50岁的男子 用铁锤去攻击 同年龄的前妻 昨天都说过 但现在就知道原因 因为当知道原因之后 就知道这个男人 他做的行为是更加可恨 因为是说他的前妻 就是举报他 就是说 他家暴自己 那些 然后还有其他的事情 接着这个男子 就走去袭击人 还要是说 女事主的头骨 是裂了 有碎骨 经过手术之后 情况稳定 正在 澳门的山顶医院 深切治疗部 留意 仍然 还未恢复意识 疑空就已经被当场 拘捕了 希望这些人 虽然未去到老谋 但最好坐30年 80岁才出回来 这些人太过恐怖了 下一单新闻 天水围的天性远 在5月4日 就有一宗的伤人事件 一个 42岁姓珍的男子 遭到另外一名 非华裔男子 拿着戒刀去襲击他 凶后受伤送丸 警方经过调查后 先后拘捕了 三男一女 华裔事主 去年因为排队问题 和被捕的女子争执 警方在昨天表示 涉嫌含空的 被捕21岁非华裔男子 暂被控一汉 有意图伤人罪 已经在昨天 屯門裁判法院 提堂 还押去到8月22日再讯 总之当时 也是黑帮刀光剑影时 发生的这一类新闻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前天 展开了打击水鹿 非法偷运人蛇 行动 在屯門和天水为一带 以涉嫌非法入境 和 安排未获授权 进境前来 香港旅程 等等的罪名 拘捕了 白蓝四旅 本地人也有 内地人也有 越南人也有 最后 拘捕了 这些人是屈蛇 在一个上百厘的 废车场 里面的货柜 警方就相信 今次行动 成功瓦解了一个 有三合会背景组织的 偷渡集团 这些当然要逮捕了 其实最令人担心的 就是 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究竟这些集团 又有没有做过这些 有没有间接 是危害到香港 这个都是一个 大问好 好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 早上10点 44分 一名的警员 在巡邻长沙 还青山道 法祥街交界的时候 遇到一名的 老雍求助 就说 较早前 在一等大厦的 角楼单位 被女子 抢劫 失去了一只 价值三万元的 龙力士手标 和价值五百元的 戒指 男事主 姓劉79 手脚刷伤 现场消息 就说 事主 就在 袁周街街 街头 就被一个 年约40岁的 女子兜搭 跟随对方 去到 青山道 291 至293号的 一个 糖楼单位 但是 估不到 那个单位是空的 当一打开门的时候 他入屋 被人推跌了 然后 被人抢走 身上的财物 女子得手 逃向无踪 这件事 列作为 行劫 处理 这些 79岁的 伯伯 又是 又是 这一类的事情 大家 男性 就小心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一架 九巴 60号X的 双层巴士 昨天在行驶途中 突然之间 被男乘客用车上的铁锤 打爆了一层上层的玻璃 然后 逃去无踪 警方接报 列作为 刑事毁坏案处理 已经正在追捕人 以及调查 带逃的动机 好地地 为什么要打爆玻璃呢 你说 之前打爆玻璃 那个人是说 因为他在车上 做些不价行为 被人发现 所以就走 但是 你可能好者 无端端走 有什么好走呢 对不对 你这样走得 警方都肯定抓到人 不过 只要是一个星期 还是三个星期之后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昨天下午 1点09分 在何文田的 爱民村 巴士总站 一架 7B单层 狗巴 撞到 一名的 旅途人 据报 女伤者被捲入车底 救护人员 到场把伤者救出 她的神志清醒 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现场消息 也说 巴士在总站开出时 女事主突然走出马路 结果被撞到 警方正在展开调查 其实时至现在 仍然有很多人 不戴眼过马路 以前比较多 现在越来越少 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不过 都是杜拒不了 最后一宗新闻 在昨天的清晨5点16分 警员 在秦京上水 与新唐浦一个攻刺对开 发现到一名男子 形跡可疑 于是 上前去折查 但是这一名男子 情绪激动 推开了警员 警员在警戒之下 作出了拘捕行动 但是他拒绝合作 所以唯有要去制服他 经过初步调查 姓林的40岁男子 涉嫌集警 和拘捕 已经被人拘捕了 如果你不是在做坏事 你有什么 所谓 就是说要情绪激动 这些事情 我自己都拗爆头 跟大家分享一样小事 其实我今天这段 《晨早新闻》 分开了两段拍 因为我拍到中间的时候 我是不断打射力 打到是停不了 所以搞到就是说 我要断了条片 然后我处理完 喝了很多水 然后不打射力之后 再去補拍摄下来的部分 不过当然 这些 稍后我就会时候 用一些剪接的方式 尽量就减少对观众 即是收听的影响 不过我纯粹就叫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打射力 其实我偶尔都会有 但是通常都是说 做事之前打射力 那我就去喝水 喝了很多水 就没事了 又或者 做完整些东西之后 才打射力 对我来说 是第一次 讲到中间的时候 不断打射力 接着 嘔嘔嘔嘔 到是 说不下去了 那就分享一件 刚刚发生的趣事 给大家听 好了 就这样 我们待会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明镜与点点栏目